接下来是地方的一文活动要告诉大家 直风车剧团第六年将艺术卡车开到花莲 而今年的戏剧主题是屋顶环游世界 3月5号的晚间在花莲市的德西运动场 3月6号晚间只是在凤林镇镇铭广场 而全新的大卡车和精彩的剧码 要让花莲的乡亲在疫情压力之下 能有舒展开心的戏剧来欣赏体验 直风车剧团全新打造17顿艺术大卡车 今年在疫情趋缓之际终于要再开底花莲 今年的剧码是屋顶环游世界 3月5号 3月6号一连两个夜晚 在花莲市和凤林镇要盛大演出 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那直风车定制的新式卡车 一直无法到全台各地演出 那今年因为疫情趋缓 那在特制的卡车即将在3月份就要到花莲演出 那希望各位大小朋友都能够到现场来观赏 这次制作的这个卡车有别以往 那量身定做 花莲县美琴自由协会特别特别邀请 直风车艺术卡车再次的到花莲来演出 那今年在花莲演出有两场 第一场3月5号晚上7点 在德兴运动园区的A区停车场 第二场在3月6号在凤林镇的镇明广场 这两场即将要演出屋顶环游世界 特别特地的邀请我们花莲的所有的乡亲 大小朋友到现场来观赏这次的演出 过去几年直风车剧团的表演 获得花莲乡亲热情响应 今年有新车有新剧 花莲乡亲更不要错过 表演是彩户外开放式免购票观赏 欢迎大家3月5号3月6号来欣赏直风车剧团 精彩的演出 借旅会幻视报导